5月12号那天半夜11点40分钟左右 在安徽省岳西县的东山河那个桥下面 母女三个人手绑着手跳河自杀 这位女的给她看点照片 这就是她和其中的一个孩子 她的名字叫王小娟 1988年出生 目前是35岁 她一共有两个女儿 一个是两岁 一个是八岁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八岁那个 是吧 这事刚发生的时候呢 立马就有很多人就是批判这个王小娟 说她太自私了 你自己是吧 想死就死 为什么还带着两个孩子呢 然后我就觉得吧 那个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你说事情哪有那么简单的 谁闲着没事想自杀 谁想带着自己喊为其死 对不对 王小娟吧 她没有留下什么遗书 说这个事到底什么原因呢 就只能推测 咱们吧 对这个事情感觉都是比较啥的 不是比较震惊的 只能推测 他这人他老家是在越西县四只公里外面的一个农村 是个农村人 然后他这人血历不高 他是高中血历 大约十年前他嫁给了一个小子 这小子叫楚某全 咱们呢 一个话名叫楚二全吧 我觉得 咱们之前讲过一个周二全的挺啥的 挺坏的一个人 他就叫楚某全 然后王小娟这个人 他的性格是非常的内向腼腆 结婚之后吧 两个人的生活就挺好的 至少给外人看着挺好 随后呢 他就生下了一个大女儿 没想到这孩子刚于出生的时候 他那个婆家突然就变脸了 包括他老公 对他根本就不像以前的那样了 然后 就是很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楚家 他们有那个重男轻女的观念 所以说按照传统来讲 那生了一个女儿没生儿子 就把这个责任 推到王小娟他的身上了 可问题是 咱们但凡上过初中的人都知道 生男生女是男人的问题 跟女的没关系 对不对 咱说那个二全 你总该上过学吧 初中没念过吗 难道这知识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就得坚守什么传统理念 成天就对那个网友觉得不好 也不是说成天打你骂你 不是反正就各种冷暴力 各种东西都给你啥了 各种冷箭都来了 然后大约两年两三年前吧 他们俩就是离婚 离婚之后还继续继续同居 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他这个事我推测 好像是夫妻两个人之间又协商了 大致的意思应该是吧 是我推测 就是这个二全跟着网友娟 就是小娟啊 既然你还想跟我在一起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这次你再生不了儿子的话 那咱俩就得彻底拜拜 就是这个网友娟不想跟他啥 离婚也可能是这个周二全他那个硬提出来的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于是这个二女儿不就出什么了 那还用想 又是个女的 二全立马就翻脸 随后他在外面找了个女人 这个二全嘛 他是不缺钱的 他在县城是有一套房子 然后他家在合肥还有一套 另外他开了个眼睛店 他找的那个女的呢 就是他们这个眼睛店里的一个员工 但你也不能管他叫小三 有人说是小三 不是的 毕竟法律层面 人家二全现在是单身是不是 结果五月十一号那天 二全他把县城那套房子给卖了 已经成交了 这两套房子 还有那眼睛店啥之类的 都写他的名字 跟王小娟没有关系 问题在这呢 你这卖成功之后 这小娟就急了吗 在电话里头跟那个二全就吵了几句 随后他又给那个婆婆打电话 意思就是二全这么做 你婆婆能不能出来给奏下主 结果那老狗子在那边说啥 他就说了一句话 我告诉你一个喜事 二全刚刚有了儿子 就那个女的 你给生了一个儿子出来 然后你说放下电话吧 这小娟他会怎么想啊 付婚肯定是没戏了 而且所有财产自己一分没用 因为离婚吧 之前这个二全按照法律 法律的判决 每个月是给那个王小娟 两千五百块钱 就是孩子的抚养费 可这两千五百块钱也不行啊 俩孩子他自己又没有什么赚钱的能力 他怎么把这两个女儿给养大 然后吧 咱们说 这只是他经济方面的压力 在精神层面的更大 我们就说 你说哪个女人 他不想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然后看看他呢 他年纪轻轻啊 从刚生下第一个海盒开始 二十多岁 就遭人抛弃 就这个年纪 他都能把他后面 那些个破碎的人生 一眼看到头 现在三十五岁 他完全知道他自己五十五六十五 七十五岁前傻样 是不是 一点半头都没有 本身这人他就很内向 实在受不了这个打击 咱们猜吧 可能在这个生第二个女儿的那个 那段时间 他都是求神拜佛的 保佑我 这次能给我生儿子 普策啊 求你了 是不是 光光磕头 我这个储蓄旅游的时候 我总看着一些寺庙 我什么求死啥的 总有这些人磕头 所以说看到他的事 时候我就想到了 他会不会就是这样 那其中的一员呢 然后他肯定早就知道这二群有了新的女人 自己没生 没生女儿的时候 为什么他 他生了这女儿这两年 是不是两岁了吗 这两年他为什么没自啥啥呢 他估计就是在赌呢 他估计就是在赌呢 我既然没生儿子 还有个机会 还有个机会就那女的你也别生 结果现在人家生了个儿了 这按照古代传统皇家 那还了得生儿子鸡大桶啊 对不对啊 到这时候就没戏了吗 倒霉事全让自己碰了 所有倒霉事 我想呢 他可能考虑过自己单独去死 可是他很清楚 这俩女儿留下来也会面临一个不幸的童年 对他都这样 那二拳那婆婆会对对孩子好吗 你觉得可能吗 是不是 所以说十二分上午 他就带着两个女儿出去了 然后晚上呢 他用自己携带的绳子 把那个女儿们的手吧 分别绑在自己的这个左右手 绑了 然后直接下去 这事儿吧 看了之后呢 就让人觉得你说咋这么愚昧呢 这么垃圾呢 都什么年代了 还扯上古人那套什么败类的里面 还叫什么传宗接代 要延续香火 不孝有三为无后为大 对不对 还扯那套 有的网友挺生气的 到那个楚而泉 他那个眼睛店去扔了鸡蛋 那有啥用呢 你要我说的话 大家都知道啥概念 对于他这一家子 无需审判 直接枪毙 是吧 关键问题是什么 他们这些他没犯法 对吧 法律制裁不了他 你总有人说什么法制似的 说如果要严格法制的话 对于他们这种人就只能是感动眼 那你这一家子我没打你没杀你也没骗你钱 我就是不搭理你 我就喜欢儿子把他 我就不喜欢女儿犯法吗 然后 俩人感情破裂 我离婚也是很正常 对不对 我再找一个还是天经地业 对吧 他就是这样的 你能法怎么治他 在这里吧 咱们说啥呢 我就是祝王小娟他们母女三人在天堂安好 下辈子好好努力 别找我这样的垃圾人家吧 另外吧 对于这种事呢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啥 如果哪个女的结婚之后 发现这男的 或者他家里头 就是这种人 坚决不要跟他过 就在第一个女儿生下来的时候 趁着年轻 赶紧换个地方打工呗 咋还不找人家了 非你吃你这口饭呢 是不是啊 你何必跟着我砸碎跟他妥协呢 你说小弟们不行 那大城市还不行吗 大城市人多呀 男人有的事 你别一棵树叫死 当一个人 他的人格被践踏的时候 你还跟他扯什么感情啊 为什么还得要跟他过 是不是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贼好看 感谢观众号江湖里外